秋景、葛建豪、唐群英又被称为肖乡三女结 这三人同是来自河叶镇 在还没有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之时 这三人就已经成为了好友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说人们最熟悉的秋景吧 秋景本不是河叶镇人 是从别处嫁到这里来的 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留恋程度 并没有其他二人强 而他也成为了三姐妹中最早走出河叶镇的人 1904年秋景不再顾及家人的反对 做出了自费留学的决定 在留学期间 他结识了不少为了中国的明天而努力的进步青年 意识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女子在地位上的不平等 之后他积极为中国革命奔走 为女性发声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写下有力的一笔 然而当时社会的复杂与落后 改变又岂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1907年秋景的容貌永远定格在了32岁 第二位走出小镇的姐妹是唐群音 唐群音出生在武将家 所以在家中自小就将其当作儿子来培养 对他的管束也就没有寻常女子那般严苛 并且就连女子必缠了小脚 其父母都没有要求 他必须要同其他女子一般 这样的教养方式 让唐群音成为那个时代所谓的圣女 到了20岁 才嫁到了和叶镇 在小镇里 他认识了秋景和葛建豪 这三人一见如故 时常聚在一起 迎师作父 讨论国家时事 1904年 秋景留学国外 并写信给自己的好姐妹唐群音 希望他也能走出小镇来 看看外面的世界 同年 唐群音就冲破家庭的禁锢 到了日本留学 再后来 他也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 并且结识了黄兴 孙中山 以及湘潭人 刘道一 刘奎一等 成为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 回国后 他一心扑在了革命事业上 辛亥革命 他组织女子队伍 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斗 1911年11月初 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 唐群音便率领女子北伐队 列入江浙联军编职 女子北伐队从此声名大振 双枪女将唐群音被传送一时 葛建豪是三姐妹中的大姐 土生土长的和叶人 她与其他的两姐妹不同 她的顾虑要多得多 这也是她最晚走出和叶镇的主要原因 葛建豪出生在和叶三大家族的葛家 其母是曾家老四的女儿 其父是曾国藩手下的大将 出身也算得上是大户 16岁时 葛建豪嫁到了永丰蔡家 蔡家比不了葛家 可以说葛建豪丈夫 在上海的职位 也都是葛建豪娘家的功劳 本来蔡家小子 能安安分分地工作的话 生活也是不错的 然而蔡家小子 却被上海的花花世界给迷了眼 堕落在鸦片和温柔箱中 之后 葛建豪自然是忍不了这样的婚姻生活 一气之下 他就带着孩子回到了和叶镇 回到和叶镇 他结识了秋景这个新来的和叶镇媳妇 并且二人很快就成为了好友 虽然葛建豪似乎是三姐妹中 封建女性的代表 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名新女性 50岁时 葛建豪突破阻碍 与儿女一起坐在了学堂里 1914年 因为小女儿要被蔡荣风许给地主家做童养席 葛建豪与儿子一起带着女儿出逃 去到长沙求学 1919年 葛建豪随子女们离开中国出国留学 葛建豪也许没有其他二姐妹的卓越功绩 但是他不被世俗与旧社会束缚的精神 一直得我们学习 葛建豪归国后 先在长沙安家 大革命失败后 他先后辗转于武汉 上海和老家乡乡 掩护儿女 儿媳和女婿干革命 1931年 蔡和森在广州牺牲 家里人怕他伤心 一直瞒着 未让他知道 甚至葛建豪临终前 还活在儿子能回来看他的希望里 1947年 葛建豪病逝于故土 十年七十八岁